运转着旧事 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 人间的荣华富贵 奢侈想 歌舞升平 狂欢纵欲 花钱月下 吟诗作画 慷慨激昂 谈天地 尔虞我诈 争取夺等等 全都与他们无缘 也许 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 让一部分人当牛 做马变机器 让一部分 人衣井吃荤高弹阔 也许 人间真的是 身奉身奉属身而会打 不管怎么 辛辛苦苦味不而 或者做嫁衣裳 是动者必须面对的线 十 无他是否愿意 只要他投胎在那一群人当中 就逃脱不任人宰割 鱼肉的命运 是动者必须面对的线人宰割 是动者必须面对的线人宰割 是动者必须面对的线人宰割